因为我妈跟我讲她不行了的时候 我坐高铁回来 我到了屏东的时候 已经快十二点晚上 我去受医院那时候受医院是关门 但是我姐跟我说受医院的医生说 受医院会有人在 我在那边敲门怎么敲 都没有人来应门 你知道吗 我们是演员 很多的那种悲欢离合在戏里经验就好了 可是当你在受医院门口敲门提一门 你怎么样喊就是没有人 然后你知道她已经 我不知道她在里面怎么样 可不可以撑到明天的时候 那时候非常懊恼 觉得我一点也不想在现实生活里经验 这种像戏剧一样的那种情节 那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 除了了解你们两位怎么样 在这个系里面工作的内容之外 毕竟我们家开洗衣店嘛 那也是想要透过大家带来的衣物去聊聊 会不会搞不好 衣物有表达情感的方式 所以今天想要问一下 渊婷跟导演 你们各自带了什么样的衣服来分享故事呢 那我们先从学弟开始好了 对 来 学弟今天带了一件 你们外表看起来就是像是 放了蛮久的一个衬衫 像是高中的制服 高中的制服 这应该是快十五六七八年前的 我去这个高中 然后做那个戏剧的那个 哦 的老师 然后他们要呃就是有点像什么那个 我突然忘了怎么讲 成果发表 对一年一整年 因为他们高三 所以要要毕业了 然后毕业制作 然后那个又是戏剧系的 所以就是很完整的一出戏的要呈现 然后 剧名就是23人324 就是他们全班就23个人 然后用他们自己的故事 然后我们我再经过不同也在经过一些包装跟手法 然后把它就是拍成是一出戏这样子 然后这个衣服是看得出来 当初根本是我我故意去买的一模一样的衣服 然后秀上我自己的名字 还有一个图案 到时候图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是秀的 另外 额外题外话讲起来 现在叫人家这样秀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他不会这样帮你秀啊 因为 因为我又不是大量制作 又不是要做一两百件的 是我自己一件一件 然后去那个学校的附近的一家 一家一家秀那专门在学号的店 那阿姨 我叫人家阿姨真是不好意思 应该叫姐姐 大姐姐啊 她我就在上面用自己画好图案 这是我的自画像 嗯 画好图案 然后她在用手工这样子帮我秀起来 而且 成功率还算蛮高的 有加收钱吗 有当然有 啊她算我我也忘了也没有很贵啊 所以 所以 说要拿这 拿什么样的衣服 或者选的 这一件 我觉得 她可能应该是代表 因为那时候刚 刚刚刚什么 进社会还是入社会 就那个 你看你要进去还是进入都可以 没关系 所以对于 对戏剧的热情非常的大 所以跟这些高中生们排练 等于说 呃 除了正常的课之外 然后我们常常礼拜六礼拜天 还要另外再加练 加排嘛 嗯 然后才能把戏拍起来 然后在过程中 包括还 因为我要跟她已经拍好 schedule要拍的戏的过程 所以还拒绝掉 呃别的可能 可以赚钱的机会 商业剧场的正式的演出的 那个 演出机会 所以 呃就是你 你会怎么样选择 就是代表你是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嗯 在那个选择当下我已经选择 我就是一个 啊 热爱 热情的 你这样讲我都会快要脸红 真的吗 热爱剧场的人啊 在那个时候 所以希望这个 这个 就像您说的 莫忘初衷 嗯 莫忘那个初心 那颗心一定要好好把握 把握 把握 今天我们明哲导演带来的是一件 看似像复兴高中的制服 然后上面呢 秀了 学浩 跟他自己的名字 以及他刚刚说一个字画像 那这个制服非常明显放了很久 是因为他的领子的部分呢 很像就是穿完之后 哎 放在衣柜太久 发黄的那个状态 那刚刚导演讲说 啊 十七八年前玩 哇 十七八年前才读高中哦 我还还想说这是干部柯林哦 原来是去教人家 但是呢 导演你刚刚讲到说 你那个时候刚出社会 对于教教学跟戏剧很有热情 那你这十几年来 你觉得你的热情有变少吗 这样听起来好像 跟他有些尴尬哦 教学 其实这两两个字 教学 你看导演跟演员之间的关系 也有点像是师生 有时候有某方面 因为要排 但是我就是喜欢教 已经上 你可以讲上上什么 上轨道 他们是有一些基础 已经上轨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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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渐渐发现那个太耗我的一些精神 就我们 就是什么 我们投 投射出来的那么大的一个热情 得到的其实未必是相符合 那感觉会蛮失望的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 你会喜欢去教已经有实际经验的演员嘛 所以你在挑演员的时候也会这样考量就对了 但现在实际上应该不是用教这个字 这个教有点 关系上面有点突然又变成是一个 我自己会觉得有点不太对的 不是教是导演 是引导他们去知道这个文字 但是剧本这一行是在讲什么 你要怎么讲出来 可能会比较适当的符合 现在剧本上面所要走的这个方向 应该是引导他们 然后来试各种方法来达到说 默默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 我觉得OK 那你觉得也OK OK 因为我刚在想的是 刚在节目开始 我跟导演毛崔之间 如果以后有缺这个演员的话 我很乐意 但这样听起来 我是没有相关经验 好像导演可能会 稍微考虑一下 你就考验我 加上是不是临时要自己 那个 是不是 再逼迫导演答应 让我去演戏 当然是可以 热情这个事情是 重要是大于过很多很多事情 没错 所以这件制服啊 导演你会留那么久 其实就像你刚刚讲 是真的也是会提醒自己 莫忘初衷的感觉吗 因为 因为那时候他们 他们真的就是 他们就是戏剧戏 戏剧科的学生 所以有热情 有专业的技能 都很不错 所以那个相处其实 我是很愉快 整个这一整年的过程 哦 我想说 这个衣服演完 然后做完那么久 你也没丢掉 一定是有特别的情感 他怎么出现 就是呈现那一天 我穿着他去 这样子 也给那些学生们 一个supply 老师竟然也穿 是老师给他们的惊喜 是我自己穿 哇 那他们也很开心啊 对啊 那跟这一班学生 你们还有联络吗 前几年有一个结婚 有去喝他喜酒 哦 那真的也是 算是真的有情感在里面 有有有 所以 老师这件衣服 你还会继续留着吧 当然当然 也不会留掉 身为一个资深恋悟癖 东西一定都会留着 哦 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非常感谢导演今天带来 这个充满故事的衣服 那接下来呢 就要来问一下我们余燕姐 你带了什么衣服来啊 这个 这是一个 嗯 没有使用过 没有穿过的一个 呃狗狗的衣服 然后它是一个 呃 蜘蛛人的小衣服 好可爱哦 我刚拿出来的时候想说 有那么小人可以穿的衣服 哈哈哈 这个是啊 因为我从小到大 一直家里就有养狗 嗯 那 嗯 我台北没有台北自己住 那是在屏东 对妈妈那边养的 然后我们家的最后一只狗狗 他14岁走的 他在10岁的时候在屏东 呃得了蛮严重的心思 心思虫 哦 心思虫 心思虫 对 然后屏东的兽医是说 他不敢医了 那个 因为心思虫治疗是很危险的 他要打那个 呃 那个药 驱虫 如果狗狗太老 身体扛不住的话 很可能那个药一打下去 狗狗就走了 所以 那个屏东的兽医不敢医 那他也不吃 那狗狗不吃了嘛 不吃不喝 就只能打那个葡萄糖维持 那我想不行啊 嗯 总得给他一个机会试试 所以我就查了台北的 受医的资料 后来找到一个医生 他说如果我有时间可以去照顾他 他说你要把他当个重症病人 如果我有时间照顾他 你就让他来试试 后来他就来了台北 呃 住了快三个月 我就是每天 那段时间我刚好可以不用工作 我就每天呃 就是睡醒睡前 就每天这样亲手 我从来没有跟一个小生命 在同一个屋檐下 然后等于巴食把尿 然后一口一口喂他吃的 这样的那个那个经验 然后到他大概快三个月的时候 他就他扛过来了 他康复了 然后送他回那个回屏东 那呃 他回屏东又活了三年 到14岁的时候走 那这个衣服是 那时候还来台北的时候 朋友来我家说 啊你你养狗狗了 就带了一个伴手礼来 就我一看很可爱啊 可是很可惜 他小了一点 他不能穿 不能穿我就一直留着 那后来呃 留着留着 后来狗狗走了嘛 这个衣服 即使到现在已经10 10年走的 现在已经2023年了 嗯 已经快14年 十三年 十四年了 对 我就一直挂在我的那个 那个衣物间 就跟我一般的衣服一样挂着 那因为每天会 这个就一直挂挂挂 靠墙壁最后最脚 对 因为我刚好前一阵子在整理我荫物间的时候 整理一些那个衣服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 哇 你知道我看到就很 我其实中间我曾经想过 想说因为他新的嘛 那是不是可以送人 送出去 对送很多朋友养狗养猫都可以穿 可是后来我想不要 因为这个东西如果送人 对别人来讲 他不过就是一个宠物的一件衣服而已 可是对我来讲 我看到他我就会想到 那个 我们家的小胖 那我 怎么说呢 虽然他当年重病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 时间不多了 我就觉得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不是 他走了以后 我对他的思念 超过我原先预期的 即使是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还是有时候想到他会非常想念他 我前一阵子 不是前一阵子 应该是去年前年 我就有一次忽然起心动念去上了那个宠物沟通课 我就那时候我就跟那个 我上课的时候跟老师说 我我蛮想那个试汉看 我因为很想念他 我不知道他现在状况怎么样 老师跟我说 他都已经走这么多年了 已经十年以上了 他不建议我再去打搅他 他觉得 当然对于他们的宠物沟通课 宠物沟通的老师来说 他们的专业他认为超过两年了 他就不帮你做沟通 然后但以他的看法 他觉得一个生命已经离开了十年 他在另外一个世界有他的生活了 他也觉得去打扰他好吗 各自安好的感觉 对 而且好像是不是在狗狗离开的时候 你刚好也不在旁边 你怎么知道 我有看过一些资料 对 对就 就刚好我回 刚好我本来那阵子下 待在屏洞的 刚好我回台北 有个三天两夜的工作 就这么错开 反正很奇妙的一个经验啊 就是我刚好隔天要回南部 回屏洞了 他反正就是真的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是悬的不得了 他刚好我妈妈让他出去 那个遛他的时候 被那个转车 巷子里的车子碰到了 所以他本来是已经重病 本来就已经行动有点不太那个 就刚好又被车子碰到 反正就 我跟他在插了那么 就插了几个小时吧 因为我妈妈跟我讲 他不行了的时候 我坐高铁回来 我到了屏东的时候 已经快十二点晚上 我去社医院 那是社医院是关门 但是我姐跟我说 社医院的医生说 社医院会有人在 因为我说我到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那个医院关门的时间 然后我等我到了屏东市 然后到了那个社医院门口的时候 他铁门是关下来的 里面灯是亮的 铁门是关下来的 我在那边敲门怎么敲 都没有人来应门 你知道吗 我们是演员 很多的那种被欢离合在戏里 经验就好了 可是当你在社医院门口敲门 怎么敲门怎么喊门 我打电话去打到医院没人接 打到管区警察局 我说这个能不能 有没有办法找到人来开 他说也没办法的情况 然后你在那边敲门 踢门 你怎么样喊 就是没有人 然后你知道他已经 我不知道他在里面怎么样 可不可以撑到明天的时候 那时候非常懊恼 觉得我一点也不想在现实生活里经验 这种像戏剧一样的那种情节 对就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一个经验 但是你还是留着这一件衣服 你好留他其他的东西 还有一个替代是以前他在台北的时候 我每一次去每天都要带他出门嘛 那个放水啊跟那个塑胶带的那个带子 我都一直留着 然后就也是在我衣物间 一个小凳子的一个角落 因为会看到 那个小凳子呢我也没丢 即使我中间已经十多年了嘛 中间经历过一次我家整个重新装修 我都没有丢那个小凳子 我把那个放到衣物间去了 因为那个小凳子是当初我放在玄关 然后上面放了他的那个狗牵绳 就是每天下午他就会三点 他就会在那边等 对跑到那个牵绳那边 就是要等着我那个 就是虽然他只在台北待了两三个月 可是那个狗狗就非常有 蛮有灵性的 然后我就是在那个小凳子上穿鞋 准备东西要带他出门 所以那个小凳子上面我就放到那个带 那个蹄带都还放在我的衣物间 所以其实每一个相遇 不管是人还是我们的宠物 其实他都有可能是一些上天给予的必然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 因为老实讲 这应该是我们这个节目上 很少数有人是带宠物的衣服来 来分享故事的 那既然说这些鸡有些是你很不想面对 跟难过的一个部分 那为什么你不会想要说 那我干脆把这个送走 我只不要看到这些东西 我只想到他好的那个时候呢 我刚刚说的这个我曾经也想过说 那送朋友好了 可是我想你送给人家 他就只是可能那只小猫 他的小猫或他的小狗的 众多衣服中的一件 就是很随意的一件东西而已 可对我来讲 我觉得对我来讲 那个意义是不一样 它承载了那一段时间的记忆 那我不会常常去想它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样子 但是偶尔有个东西 可以有一点记忆上的连结 我觉得也挺美好的 那我也觉得说 我后来也可以理解说 因为隔了这么久 我也希望 我也不希望他知道 我太想念他 我觉得我怕无形中 会有一个牵挂 我觉得让那个生命 他可以更自由的 在他的另外一个阶段 继续他的那个生命的 转换的那个旅程 也挺好的 嗯 真的是 对啊 我觉得今天老师 跟渊姐带来的衣服 都让人有很多深刻的感悟 就像你们两个都好像 真的就让衣服成为 你们某一段记忆 它不会被抹去的 一个重要的信物 那我想 可每个人或许衣柜里面 都有这样子的一件衣服 可是他就是没有去看它 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一节故事 可以想想看 你有哪些衣服 或许代表你跟家人的回忆 代表你曾经出社会的一些 热情跟梦想 搞不好就可以带给很多 即将进入我们戏剧 这条路的年轻朋友们 一些动力 那 讲到这个戏剧啊 讲到舞台 其实两位真的是经验丰富 那这边也想趁这个机会来问一下 如果今天还有很多年轻的学生 他们还是很向往在 舞台剧的生活 那以导演跟渊燕姐的角度 跟角色来讲 你们会想要给他们一些 建议吗 好我先说好了 因为刚刚导演在说 他之前的那个教学的那个过程 他说他很怕 比较怕教到新人嘛 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学生 因为那个 那个指导是比较辛苦的 其实这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们以前在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因为学习表演 他不像我学习木工做个那个木凳子 可以看到作品很快 对我可以每天每天教你这样 那个木头要怎么量怎么剧 你就可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 按照那个指定去学习 你就会看到你的进步 看到那个那个木凳子做好了 表演不是这样子的 他很多东西导演或是剧本给你的帮助 给你的指定之后 有很大一个部分要靠自己的那个领悟 那这个每个人领悟的快慢时间不一样 那个机缘也不一样 我自己有个经验 比如说以前那时候大学的时候上表演课 那时候真的太小 进大学我们可能连恋爱都还没谈过 就是你没有经历过太多的那个人事物 然后你要开始去练习一些大师的作品 我记得我保留了一个 以前我们学生时代赖声传老师翻译的一个剧本 叫《背叛》 他讲那个一对男女 那个也是外遇的那个情况 这个戏蛮有趣就是里面的角色很少 就是那个男的跟那个女的 然后他们在就两个人的对话而已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当时保留那个剧本 就是我毕业若干年后 我有一次在整理我的那个 以前那个书柜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剧本 然后里面我翻一翻 还有一张那个 我当时表演课 老师给的那个memo 就是每一个人 我们要做课堂呈现嘛 每两个两个两个一组 然后表演十分钟 就是一两场戏 对一个段落 然后在表演课下 老师会给你笔记 就是你有什么什么问题 什么的 或者是我们上表演课的时候 老师会给我们讲这个剧本的一些重点 我记得来老师有写说 这个戏重要的是停顿 这个剧本的很多戏 停顿才是它的那个戏的所在 对我来讲 那时候这么年轻 两个人不讲话的时候 的那个停顿才是重要的戏 我其实那时候还不太能够理解 但是我只是那个 看到那个笔件 然后我看到那个纸条 当时是不太能够理解的 若干年后 很多年以后 我翻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那时候当然看懂了 我当然知道 我跟你讲话讲了半天 忽然间停下来不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心理过程 在第四面墙观众看戏的 他更可以感觉到 那两个人之间的张力 对 那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我经过了一些成长 我生命的经验之后 我可以懂所谓戏的部分 可是在当年 我不能够真的理解 那表演就是这样子 需要时间 那我们的明哲导演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舞台剧 我自己认为啦 在这几年好像越来越多人 更愿意接受 而且我身边蛮多朋友 都会买票去看舞台剧的 好像会大家 会让大家觉得说 好像舞台剧 它是一个 一直在蓬勃发展的 所以可能蛮多的学生 还是会想到 投入这个环境里面 所以那导演的看法呢 有句话可能 大家听起来好像很 很什么 老生常谈那种老调牙 可是他真的是 我会觉得就是 要我现在推 给一些有兴趣的话 的建议的话 真的 就是这句话 还真的有受用 就真的表演来自于生活 就这样子 就是你在你成为 你有机会来跟剧团合作 或者怎么样 或者你去任何影视的 各种的机会出现之前 你先自己好好生活 我们自己好好生活 因为你到之后 你会发现所有的 你要使用的来源 都来自于自己的生活 实际的感受 对或者你要怎么跟别人沟通 跟导演沟通 或跟剧场里面任何别人沟通 就来自于你的生活 生活的底 简单讲的底蕴够不够 你厚不厚 都会影响到你 你如果是表演的话 你呈现出来的 的丰富性跟多角度性 等等的差异性 怎么样你集中生活来更有用 更快速 好好谈恋爱吧 你谈一次恋爱 越早谈 你可能会 什么生理死别都懂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过来是 我得这意思 我得这意思 你只要谈过一次 什么生理死别 你什么情绪 你都会非常饱满的感受到 不管是刚开始的 你只要谈一次的爱情 谈一次恋爱 一开始的紧张害羞 什么期待 然后见面时候都喜欢 一般开心 小鹿乱跳 或者是大鲸鱼 在你的心中狂奔等等的 到最后只要一个吃醋 他跟别的谁 这样眉来眼去你 各种情绪 你都会一次 只要台资电话 你保证你一定都会 长寿到 然后最后分开了 那时候的 死心裂肺 要恨 好处是趁这个机会 也是可以认识自己 那你一旦认识自己 你这些东西 这些所有你经历过 这些情绪的波折过程 你都可以拿来当做 你后来要做 转换到表演上面的素材 那感觉如果这一集 刚好有一些学生 他家里反对他谈恋爱的 他又想走戏剧这条路 给你们讲 你就跟他讲说 明哲导演讲的啦 爸爸导演讲的啦 玉燕姐有说可以啦 你要怎么办 再找他们 不要不是我讲的 找他们 对那今天 除了衣服 然后除了我们的清明时节 然后还有很多对 戏剧这个建议之外呢 其实大家也想不到 导演跟玉燕姐 也准备了几首歌 会在我们MyMusic这个平台上 这一集下面会有歌单 让大家播放 所以呢 我想趁这个机会 来问一下 可不可以请 导演跟玉燕姐 推 可能从你们选的歌里面 推荐一 或两首 跟大家分享说 为什么选这首歌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 导演开始好 因为我看导演的歌单 很特别哦 我跟你讲 你看这个歌单 你会发现 这个导演他选的歌 没有什么逻辑 真的没有什么逻辑 对 这这范围很广 手背范围太广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广到你没办法去 那个归纳或者那个 对啊 又有动漫 然后又有 那个老摇滚 然后又有流行 我就想要 这这是外带来的 因为我 我不知道就是 列这个歌单的意思 好处是 是 推荐给 大家 然后可能大家也会想要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个做导演的 他平常都听这些歌 或者这个歌手 他平常听这些歌 这个音乐创作 他平常听这些歌 我就想要让大家去理解 但我选的就是 都很好听啊 哈哈哈 这些都很好听 而且都是 某些时刻在我身里面 就会反复听 像我 里面有那个吹剑的花房姑娘啊 嗯 然后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黄云的漂流啊 那你会吹剑 就是我当兵的时候 在守海房 那时候 听起来好孤单的感觉哦 就花房姑娘 新来的姑娘这样 有感情的问题吗 那个时候 那时候没有 但是他就是陪着我 所以我就选 因为你是选 一首歌 那事实上是 一整个专辑 就是吹剑那张专辑 一无所有 所以他里面的歌我们就一天到晚 就在听再听 就在听啊 然后像有些 像那个Pin Floyd的那个 Wish You Were Here 对看这两首歌 差别多大 信手年来就是一个差别很大的 对啊 Pin Floyd的那首歌 反而 还早于 吹剑的 我接触到 因为那个是高中时候 10党 他们 我的腰滚人大概会认识的 大概是从他来 而来 他会带着我们去他家 然后听唱片 黑胶 这样子听 所以那时候 Pin Floyd 或者是在 Lazerbella Queen 还有Pin Floyd 都是从这样子 这样的关系 而了解到 所以选那首歌 Wish You Were Here 好像就是 他那个团里面的重要朋友 好像离开了 就死掉了 所以他希望你可以在这边 然后告诉 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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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他用第一人成 告诉我说 那你是不是真的有去到天堂 或地狱了吗 那边的环境是怎么样 总看哪里 你也会稍微 稍微了解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那讲后来 我们都迷失了灵魂 那就是 都是在这个渔缸里面游来游去 但我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很希望 你这时候会在我身边 那 那也许我选这个音乐 可能就是代表 我跟高中的时候 跟我的好朋友 那四党 高中情谊 绝对是 人生旅途上面 很重要 对高中太重要了 真的真的 什么白痴的事情 都在那时候发生 对 所以 选那个音乐 当然他真的本身就很好听 我直接 会选这首歌 可能也是因为我 对高中生 对高中生那时候 生活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 缅怀吧 所以其实导演选的歌 跟他带来的衣服 有点类似的地方 就是他都会选择 跟他生命中 某段记忆有关系的 所以其实除了衣服之外 歌也是成为你记忆里面 记忆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停顿点 让你去回想以前的事情 对 那大家还可以去看 因为还有一些动漫 什么卡通的主题曲 这个如果看到的话 那就是导演选的 想要请月娟姐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选这些歌 因为我还以为会有更多是你以前 担任各个女主角的时候 那种主题曲 就居然哎不是呢 那我生的不一样 是为什么呢 没有啊 我其实第一个的是那个 我不知道你知道 应该知道吧 续续续的应该知道 那个 火笑歌啊 Betty Blue 37度2 我知道了 我非常喜欢那张专辑 他的那个电影配乐 原生代 对然后这个片子呢 在我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他刚出来 在我们系上还蛮 红的 对于那时候的年轻人来讲 然后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的影音 资源的取得不像现在 没有什么串流啊 没有啊 那是古时候 连手机都没有 那时候 那时候也没有 那时候也没有网 所以我这个碟 我现在还有保留那个碟 那我不能把碟拿来 所以我就上网找了一下 就有人有上传 他的那个完整的那个嘛 而且我在找的时候 还看到一个新闻说 那个Betty Blue的导演 好像是去年嘛 2022年过世了 七十几岁 我就有一丝的难过 因为在我过去很多生命阶段 日常生活里 我反复听这个专辑 对因为我很喜欢一些音乐 它是不太 它是比较中性的 它没有什么情绪 它不是太引导你去悲伤 不是太引导你去快乐 我喜欢比较中性一点的 可是你会在这里面 你会去投射自己的情绪吗 投射或者说你去 你会让你自己的情绪 在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而不是被那个音乐去引导成这样那样 我喜欢那种比较中性一点的音乐 还有包括另外一个 那个Philip Glass的音乐也是 它的那个反复音乐我很喜欢 而且它给我有一种 时间流动的感觉 那有的人可能 对这种音乐没有感觉 但是我就很喜欢 而且它的那个风格太强烈了 即使我没有听过的 我在听听 我就会想 那是不是那个谁的作品 对那对我来讲 我听到我会有个画面的感觉 我觉得它有那种 岁月的声音 你可以说它是玻璃碎的声音 但是也可以说它是岁月 时光在流动的声音的感觉 所以它也是很中性嘛 对它可以让这个空间 一直有音乐的存在 可是它又是在一种自在的状态 你也会在这个音乐里自在 你不会在这个音乐里大喜大悲 你除非失恋才会需要 对啊 让自己哭到爆 对 所以我平常会喜欢 比较这一类的音乐 那另外那个比较算 它也不算流行音乐吧 就是歌手的歌曲 我其实不太听 国语歌曲 因为我自己不会唱歌 我唱歌不好 所以我很少听歌 哦 对 但是我无意间听到那个其他 对对 它的音乐时候 我很喜欢 让我心动的程度 哇 你会去想要看它演唱会那种状态吗 我去了 哇 我一个人去了 哇 在疫情前 想象到吗 余燕姐自己买化成演唱会的门票 还一个人去哦 我告诉你 哎呀我怎么讲出来了 真是 不好意思已经讲出来 来不及了哦 哎呀覆水难收了 没有 那时候我跟朋友去拍的时候 我们朋友 我说我去听 我要去听那个谁演唱会 我们朋友听了 就都 就不讲话了 就大家停顿了 然后就问我那是谁 哈哈哈 所以有时候停顿是很大的张力啊 哈哈哈 对对对停顿了 对对对 那我就要说啊 他是谁是谁 那因为 对 我跟朋友们 就是我的年龄段的朋友们 有时候会有代沟 哈哈哈 因为你听话声语 他们不听话声语 不是 就我们关注的事情会不太一样 对 然后 那它的音乐我觉得很棒的是 嗯 它有一些歌曲的那个结构 让我觉得很像很像有这种 建筑的感觉 嗯 特别它的那个疯人乐 还有另外一首 我今天出门没找到 我就没那个 它那个七重人格 它在舞台上的表演 我也觉得非常棒 它如果是演员的话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棒的 舞台剧的演员 哇 它在舞台上 它那个表演的那个张力 它那时候那个疯人乐 在舞台上我觉得超棒的 就是超越过一般的那种 演出的状态 对 不管是什么大牌歌手 知名的歌手的那个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表演者 哎呀 然后 我因为这样回头去找了它 当时参加那个 嗯 比赛 对 那个节目我现在 好声音还是 是歌手吗 还是一开始好声音 第一次 第一次那个 它差点被刷掉嘛 那时候有三个评审 有一个是我们台湾的艺人 但是是另外一个那个大陆的歌手保住了它 对 对 如果没有保住你就没办法看它演唱会了 没有保住就没有 就没有现在的它了 对 但是我说它的那个 我觉得它是某方面是很有天分的 它的那个歌曲的那个结构 所以 很 我觉得蛮丰富的 也介绍给导演看了 嗯 对 大家可以看看那个 它那个画面 对 它的那个音乐风格 不像一般的流行歌曲 一般人也唱不了 嗯 然后 它在舞台上的那个 那个表演 我觉得 嗯 就是 就不是 我觉得超越歌手的一个演绎 已经是有那个 演员的那个成分 嗯 所以这让我特别欣赏它 哇 然后它的那个疯人院 嗯 它就是除了歌手 它本身的那个 那个使命之外 我觉得它加了更多的人 到关怀 嗯 所以 我觉得挺不错的 这个 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可惜 今天 我们后面这里没有录影 不然你真的可以看到 那个玉燕姐的眼神 真的没什么样的 有偶像追星的那种 真的吗 那种感觉有出现 那也就是 今天导演可以看一下 到底它在那个 演唱会表演 是不是有符合 你们在舞台上面的这个效果 对 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有这个机会 访问到两位 让我们听到 除了戏之外 让大家很期待 然后 那么多地方 然后连衣服 还有歌曲 两位都充满了各种故事啊 真的是很感谢 两位今天来上这个节目 那最后呢 还是要 温馨的呼吁一下大家 刚刚讲那么多 最重要就是清明时节 2023年的升华版这件事情 麻烦大家 就上这个OpenTX网站 就可以直接购票 6月23号到6月25号 在高雄 那6月30到7月2号 在台中 国家歌剧院大剧院 那9月1号到9月10号 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如果你想要看 他们刚刚讲的 到底是有多精彩 就直接买票进去 而且啊跟你们说 吴念真导演也讲过一段话 不管你是他人的女儿 介入他人的立场 还是被第三者加害 夫妻中太太的立场 还是身为男人 有精神上外遇 或实质上正在外遇的 都能在这部戏中 得到一些救赎 所以邀请大家 把握机会 买票 进场支持 我们剧场工作者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一集 万修孙代克洗衣 邀请以上 My Music Sound, First Story, Spotify, Kbox,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各大平台 五星好评 订阅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留言 让我知道你想听 什么样的节目内容 当然 刚刚 哲拉导演跟余燕姐 他们分享的歌曲 会在我们这个 My Music上面的平台 可以听到他们 提供的歌单 去感受一下 是不是像他们讲的 那么有张力 用一键就一 找回你的初心 我是万修孙瑞夫 感谢收听 也谢谢演员 张玉燕、余燕姐 和导演 李明哲 哲拉导演 带来的就义和故事 我们下集见啰 谢谢你们 拜拜 谢谢瑞夫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导演 谢谢元姐 你很棒耶 真的吗 真的吗 那个声音是好听的 我刚刚为什么要趕快就直接讲 哎呀 演员声音好听 其实 对他直接 人也好看啊 他只有声音好看 人家看来有机会 情绪变化就多啊 导演真的可以考虑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在考 不是说考虑 不是在考什么 在说什么 考虑考虑考虑 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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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